為了讓鑑賀來臨的修理領而到專長 台南第二鑑賀都會開辦不一樣的技能訓練班 讓修理領發揮 為初等級進行審和瓦東的永恆篩組織 到關於27萬塊的課程經費 來協助開辦每年都會一樣的課程 我們監獄的話其實一直都希望能夠開辦 各式的技能訓練班 讓所有人他學得一技之長 在出監以後能夠順利的就業 這是他們富貴社會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今天永恆獅子會 捐贈的金額是27萬 因為他們的預算是26萬多 所以我們就剛好募集到27萬 我覺得說這個技藝對壽型人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那變成說就是說再讓他們在矯正期間 這段期間可以讓他們學得一技之長 這次台南第二項跟台灣道義工作坊合作 相同若技台重新的習慣可以成功 帶來傳統工業 當時也協助修農的哈士德基林 之後在二間這邊的課程就會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說日本他們傳統的柱聯繩 它是怎麼樣去編出來的 然後第二種就是我們會希望能夠做出 跟在地相關的文創商品 比如說六甲這邊有這個洛宇松 那在洛宇松裡面最活躍的就是松鼠 那我們可能就是做出像松鼠這樣的生物 還有其他在地特色的東西 透過永恆篩組合已經緩合做 結合了台灣道義工作坊優秀的輸出 相信可以讓收容量更多的信心 並在中來用自己的機械 找到中心開始的未來 南天室無聊的山六甲和蔡風暴道